1907的Fenibachi 好的,我们再次恭喜! 1907的Fenibachi 获得了小组的头号的种子的名额 从而可以进到下一阶段 那么,此次此刻他的心情怎么样? 他此次此刻最想跟他的队友说什么呢? 不认为Kazan Duktan Sonrashimi 如何想起来? 和你如何想起来? 首先,我们很感谢 我们很感谢,我们已经是第一个目标 我们已经成功了,我们很幸运 是这样的,我们现在 是赢得了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的 我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然后我现在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我们可以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了 那同样的话,其实虽然说 2号时的队伍没能够最终获得小组同名 但是通过这天的表现的话 那么Takhdin感觉他们 接下来将面对这些对手的实力怎么样呢? 最近 一天,我们已经成功了 他们在这场比赛 他们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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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如何试试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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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2号时的队伍们 他们都是特别强大的 然后我们也有信心 我们能够走到小组赛当中去 好的,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不同于小组赛第一阶段 接下来将会采用的是 5局3胜的BO5的赛制了 他感觉BO5的话 获胜的关键点是什么呢? 5局4胜的关键 5胜的关键 你能够走到5机身上 5胜的关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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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我们再一次感谢塔克定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也感谢海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翻译 那么稍后的话我们将会在评论期之后 带来的就是下一阶段的一个抽签仪式了 让我们接下来把画面交还给评论期 好 感谢洞哥 那这边